大家好,歡迎來到鳴門音樂,我是全老師 今天呢,我是在這裡拍最後一條Youtube片 首先,很感謝鳴門的家長這麼多年來的支持 這裡充滿著很多的回憶 很多不同的學生,無論他們是入音樂系、中大、浸大、演藝 又或者他們是想去外國讀更加專業的音樂學院 有很多奮鬥過的時間 非常感謝一群家長支持他們小孩的夢想 今天影片是我們這裡的最後一條 Hello 大家好,我是Toto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麻煩贊好訂閱和分享 如果不是的話,按LIKE 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鳴門音樂,我是全老師 今天呢,我在這裡拍最後一條影片 首先呢,鳴門音樂在這裡已經有六年多了 實在非常之不捨得這個地方 疫情呢,其實都猜不到 當初在新年的時候 這兩年大家都保持著可能 最高峰都是百幾單 然後也猜不到 由百幾單可以去到幾千單 再去到一萬就跳到三萬,再去到五萬 實在是真的非常嚴峻 那首先,感謝鳴門音樂的學生家長 一直以來的支持 那我都以為是很多學生 可能現在疫情真的非常之嚴峻 就會可能開始停學鋼琴 或者可能之後再去有下部的決定 全部都是暫停先 但是都想不到 反而是因為三、四月呢 暑假放得太過突然 而學校的功課呢 也都未被很多支掣呢 家長們呢,竟然會要求回 哦,原來想去上多一點點課 希望可以做這些 譬如說是五級的惡力考試 或者是儘快希望考完鋼琴去 就藉著這一段暑假而又 因為學校未被太多功課的時候 去做了鋼琴這一部分先的 所以名門的學生 一直以來都是令我非常之驚喜的 所以每一個學生都這麼努力 去對鋼琴這麼認真的時候 傳老師我又怎麼可以去代博學生呢 那所以今天呢 有個好消息 有個壞消息 你想聽誰先你選吧 壞消息先啊 今天呢 你在這裡呢 上最後一堂鋼琴課了 在這裡 最後一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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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因為由於疫情關係 那 之後我們沒有那個 還是你們不開了 結業了 所以就要去哪裏呢 這裡就是要結業了 對 疫情關係 由於學生其實一直一直以來都是得 你和你阿妹的支持 那我代名門的音樂 多謝你們兩姐妹一起啊 每個星期 但是那幾千元的贊助我才可以 那所以老師 不得 你看看你後面 都清空了 真可憐 拜拜 沒錯啊 所以呢 在今年呢 新年裡面呢 我們呢 也藉著這個機會 終於 我們找了差不多一年了 去找這個新的地方 由於真的實在太過小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找了一個地方 是大幾倍的商業大廈 那我們之後 進行一個很大的裝修 今次呢 其實用了過百萬去 無論是裝修 和長藥 那我在想 啊 究竟 簽約的時候呢 其實我的腦子真的空白了兩天 因為我真的 第一次 對我來說 過百萬都不是一個小數目 那我的腦真的空白了 究竟過一百萬可以做到什麼呢 那但是始終因為地方太小了 可能第一次來的家長都會驚訝 哦 看來後面有很大部琴啊 那麼多化啊 都OK 寬落啊 其實都不是的 其實是很小的而已 那我今天呢 這條影片呢 最後一次了 是這個地方 那所以呢 我也帶大家去看一次 我的房間究竟是怎樣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其實身後面就已經是那個鏡頭了 平日拍片的時候 由於呢 家長們呢 很大大力的支持 也都是學生們真的認真去對待鋼琴 去學音樂的時候 那我都很希望呢 將我得到的 我都想分享給學生 那所以呢 我想今次呢 主要呢 就是呢 一個更加大的地方 參考一些歐洲的設計 裝修 希望學生可以感受到 是一個歐洲音樂學院的環境 和氣氛的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先去片 首先呢 感謝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終於突破了1000個訂閱了 也都在這裡呢 感謝名門學生家長的信任 多年來呢 成就了無數的學生 他們由從零開始 去到Distinction 去到熱愛音樂 去到最後決定 可能走音樂路線 平門呢 這大半年來呢 都是超負荷的 有一個更加大的地方 那就可以安排了所有的 無論是樂理班拍片 或者是上鋼琴的 由於呢 我平時呢 要教琴 樂理 拍錄影考試 牛仔比賽 其他鋼琴比賽的影片 甚至乎我自己要拍YouTube 或者去剪片 其實都令我呢 佔了很大部分時間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呢 我是近乎 沒有時間去為大家去找一個新的地方 一個更加大的地方去 去繼續教學的 所以我在這裡 特別多謝我們名門 後台的靈魂人物 亦都是我們的金牌經理人 去為我們 找了一個很好的地方 地點呢 是再方便了 我知道大部分學生 其實是不同地方來的 所以無論是屯門 荃灣 元朗 粉嶺 其實他們每次來都很辛苦 所以這次我選擇這個地點 正正就是炮台山地鐵站的上蓋 連馬路都不用過 所以一分鐘就會到達 而這次基本上的計劃就是 希望 明門音樂可以做到 無論是其他老師教學的時候 或者是 樂理班開著樂理班的同時 我們隔離間房間可以做到 錄影考試 所以在裝修上我們特別花了很多心思 我們找了超過十間的裝修公司 我們最要求的是 希望這次的間隔上面 我們就是做到隔音的 令到我們身後面 我們將會建一個 Semi Concert Hall 的小型演奏廳 希望拍片的時候 效果會更加好 而當一個小型演奏廳裡 空間大了 那我部Semi Concert Grand的Piano 它這麼大型的三個琴 就可以發揮出它的力量 和它的更加好的音色 所以在這個同步 這次也配備了5G的Wi-Fi 所以足夠應付到 網上的樂理考試 或者是樂理班 或者是現場直播的演奏 相信明門的學生 是非常有福氣 用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去上琴 因為明門音樂 基本上我創立 我堅持是用最好的去對學生 我相信會有人 有家長有學生會欣賞 所以為什麼 無論在我買琴的時候 我堅持不是買一般的三個琴 而是買Semi Concert Grand 就是希望學生可以感受到 我原來是這麼不同的 而這次裝修裡面 這個Semi Concert Hall 也希望讓學生感受到 在一個大型的錄音室裡面 一個演奏廳裡面 錄出來的時候 效果更加professional 更加像一個音樂家 應該感受到的東西 好 接下來幾個星期 我就非常期待 這個裝修工程的進展 期待新的明門音樂 這個旗艦店開了出來 究竟會是裝修得漂亮不漂亮呢 也都是希望為學生 帶來更加多福利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記得讚好、訂閱和分享 有你們的支持 我就拍得更加多好的影片給大家 也都是介紹更加多 ABRSM考試的影片 或者無論是做惡理的事題的分享 我是全老師 下次見 拜拜